大家好,我是焦魔力 今天到超市精心挑选了一些五股鸭爪 个头比较大,最主要是非常的新鲜 去股和没去股的价格差不多 所以我果断的买了去股的 这样方便,省时又省力 顺便还买了几个章鱼须 一看这颜色就非常的新鲜 个头也大,吃着也爽 首先把它们一起清洗一下 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洗好之后控水捞出 我们再用小刀把章鱼须划上几刀 这样能更好的方便入味 划成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起锅,锅中加入适量的水 再把鸭爪倒进来 再加入去心三大件葱洁、姜片和料酒 开大火让它煮开 这里不用盖盖子 煮开之后我们再用铲子舀去上面的浮沫 像荤菜焯水的话都会焯出浮沫 是因为荤菜内残留的血水而造成的 这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之一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撇干净 舀干净之后继续给它煮上十分钟 煮至八分钟的时候 我们再把章鱼须倒进来 一起给它焯一下水 章鱼须焯水的时间不宜太长 太长的话它的肉质就会变柴变老 时间到了之后再用漏勺将它控水捞出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凉白开中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加入一些冰块 用手抓拌均匀使它快速的降温 这也是热胀冷缩的原理 这样鸭爪吃起来就会更加的Q弹好吃 让它在冰水中待两分钟之后控水捞出 分别装入碗中备用 柠檬鸭爪好吃的关键就是配料 几个大蒜子把它切成片 青红辣椒各两个把它切成小圈 一股去皮的生姜先切片 再改刀切成丝 切好后一起装入碗中备用 柠檬鸭爪 柠檬当然是少不了的 把它切成片 切一半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再把里面的籽去掉 要不然容易发苦 这也是柠檬鸭爪好吃的关键哦 全部去干净之后装入碟中备用 接着在配料的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两勺陈醋 一勺白糖和一勺食盐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凉白开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调料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搅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再把焯好水的鸭爪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再加入切好的柠檬片 调好的料汁也倒进来 好吃的关键也就是它的灵魂百香果 好不好吃全靠它了 用勺子刮干净一些 这东西现在可贵了 再戴上一次性手套把所有的食材充分的抓拌均匀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边抓边流口水忍不住就想吃了 把鸭爪浸泡在汤汁里面这样更加的入味好吃 抓拌均匀之后我们再用保鲜膜把它密封起来 放入冰箱冷藏两个小时 时间放的越久就越入味越好吃 下面再来调个密质的配方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加入蒜末 适量的辣椒油和一勺剁椒 再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鸡粉和一勺白糖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凉白开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调料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一个密质不外传的调料就这样做好了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要不然真的找不到我了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入章鱼须里面 哇这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再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给它多抓拌一会这样更加的容易入味 抓拌均匀之后用同样的方法让它在料汁中浸泡着 这样更加的入味好吃 鸭爪也泡好了 我们再把保鲜膜撕掉 再用筷子搅拌搅拌 这样味道就更加的均匀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搅拌好之后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一股百香果柠檬的香味扑鼻而来 真的是太香了 酸辣开胃 夏天来上这么一盘冰冰凉凉的柠檬鸭爪真的是太爽了 特别的开胃最主要是好吃干净又卫生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谢谢您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不过关注留言转发 нравится 这个很好吃 味道好吃 赞关注留言 是要不要太大 好吃嗎